橙化瓷器以明代橙化年间1465至1487年景德镇官窑所烧制的瓷器为代表,被认为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高峰。 橙化瓷器的最大特色包括其精致的工艺、细腻的胎土配方、稀缺性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珍贵。 橙化瓷器的胎土与配方,橙化瓷器的胎土却用质地细腻、纯净的高领土,通过精密的配方和长时间高温烧制而成。 这些瓷器的胎体轻薄且坚硬,右面光滑,呈现出独特的乳白色或淡雅的蓝白色,充分展现了景德镇官窑的高超级。 稀缺性和不可再生资源,橙化瓷器之所以珍贵,一方面是因为其生产数量有限, 另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技术都是不可再生资源,难以复制。 特别是橙化瓷器期间,对瓷器的质量要求极高,只有极少数逐合皇家标准的瓷器才能被选用, 使得存世的橙化瓷器极为稀缺。 代表性瓷器《激缸碑》和《天字冠》。 激缸碑是橙化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, 以其精美的斗彩绘制、细腻的胎制和独特的图案而闻名。 相传橙化帝为了宠妃万贵妃专门定制, 体现了橙化帝与万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。 天字冠以及罕见的天字款制而闻名, 象征着黄泉神兽,展现了明代皇家瓷器的独特风格。 真伪鉴别的关键 鉴别橙化瓷器的真伪,关键在于观察其胎制的细腻度、 又面迪光滑度、绘画的精细度以及款制的书写功能。 由于橙化瓷器的高度珍贵,市场上存在不少仿制品, 因此收藏家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准确建议。 收藏及投资价值 橙化瓷器因其稀缺性、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, 在拍卖市场上常常取得高价, 是瓷器收藏家和投资者竞相追求的对象。 全球各大博物馆,如大英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等, 都收藏有橙化瓷器,足以说明其不朽的艺术和文化价值。 个人收藏橙化瓷器不仅是对美的追求, 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财富增值的方式。 然而,鉴于市场上存在的风险, 收藏投资橙化瓷器需谨慎, 最好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。